分手后报引报时是常识吧!吴谦渝与林峰分手后便超胖超然。网民,差点以为她怀孕。 一人吴谦渝与林峰分手后首次公开出席活动,虽然受了情伤,但明显看得出圆润了。 吴谦渝前后对比,明显胖了不少。问道分手后心情如何? 谦渝坦言都过了一段时间,心情OK,多谢大家关心,又喂,最近有少少假期休息下,上年不停工作,屋起都毛反道,离井都有好多工作,包括拍剧、综艺节目、网络电影。 他又承认之前与林峰有共识由对方公开二人分手一事,但现实不想说太多,经讲多错多。 问道分手是否牵涉第三者? 他说,两个人之间开始,人要向前看,一家自己希望专注工作,无想审感情事。 再问道他认不认识林峰新欢张新月。 他表示没有见过,亦不认识,但都有看报道,别人的事不回应。 说到他亦有富二代新欢时,他幼稚现实与男性朋友出街时都特别避忌,觉得现实单身生活也不错,并透露自己没有男生追。 千余指之前与内地拍剧五个多月,问是否聚少离多另二人分手,他说,总之都过去了啦。分手同林峰家人有否关系? 无关。是两个人的事。 家人担心?没有,自己都是工作或者陪朋友去旅行,没有大变化。 说到林峰宣布二人分手当日,他去了看周杰伦演唱会,二人歌空对唱,被制评歌记忆,他解释,不是,那首歌不是我挑的,是我后面女生大声点的歌,周杰伦的歌全部都是情歌,没特别意思,我是他的fans。 问到跟林峰是否再见一世朋友,他沉思几秒说,嗯,是,不是,是是是。 来看看吴谦与Instagram以前的美照吧。